歡迎回到新一條的剪片族鑰殼 這個系列的每一集我會介紹 Adobe 剪片上的一個效果或功能 我們立即開始!Let's go! 今天就來介紹這個Crop的效果 這個Crop可以在Video Effects Transform裡面找到 Crop可以做到什麼? 你看到這裡有Left, Top, Right, Bottom 就代表不同方向 如果我把左邊的%拉高 你會看到它會剪掉左邊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裡只有一條片 所以底部是黑色 你就會看到剪掉了會變成黑色的部分 同樣道理,我拉右邊的%是會剪掉右邊的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 用了這個Crop 即使我改變影片的位置 它也是會原定 剪掉原本的Footage的部分 很多時候這個效果會用來做什麼? 有時候你想把影片有些電影感 你可以剪掉它的上下 就會好像更加有電影感的感覺 有時候你可以把其中一條片放在Video 2 然後其中一條放在Video 1 如果我現在在Video 2那段片裡剪掉其中一部分 你會看到Video 1會在下面展示出來 有時候你可以同時播放兩條片 亦都可以這樣玩這個效果 還有這個效果 你會看到有這個Zoom的東西 如果我剪掉這個Zoom 剪掉左邊的部分 而變成拉長它 你會看到 我現在移動左邊的數值 我拉得越多 它會減掉左邊的部分 而變成拉長它 有種不同的效果出來 設定到0就正常了 那上面也是 我想剪掉上面 它就會變成拉長了上面 那你就會看到上面的部分 那如果不剪掉這個Zoom 就會沒有了 那我都可以用這個Crop 來做一些轉長效果 那我首先把兩條片 都放一個Crop的Effect 那可能我在影片的 其中一邊的最尾 我就做兩個Keyframe 上和下 然後去後一點 影片的後半部分 我就可能 拉高 拉到50% 兩個都做50% 那你會看到全黑了 現在一波就會去到斬眼 然後同樣道理 我把後面那段影片的開頭 都做一個這樣的Keyframe 然後在開頭都做50% 如果兩邊 上下都是50% 就會變成剪掉整個畫面 慢慢拉後 你會看到它是0 那就慢慢開眼了 那這個就可以有一個簡單的斬眼Effect 那怎樣令這個斬眼Effect 看得更加美呢 我們可能平時看東西 其實我們眼的邊是會比較朦朦的 我們就可以動這個HX的數值 去乳化邊緣 你看到我拉高呢 那我就可能設一點 Around 100% 100%應該是挺漂亮的 那現在 我現在的一波 就更加像這個斬眼 那我後面那一條 我都設定100% 那下一波 都更加像斬眼 那大家如果再玩更厲害 你再玩一下這個線性的Keyframe 你可以令它更加美 那現在斬眼就更加真實了 那如果我們同樣用這個斬眼的做法 其實都可以做到不同的轉場 不過我們這個就要分開兩層的Video來做 那你這裡看到 有一條影片是Video2 亦都有一條影片是Video1 那就有個這樣的轉場效果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做美一點 就可能做乳化邊緣 那已經是其中一個 都是一個不錯的轉場 那除了玩這個斬眼的Effect 這個Crop還可以玩到什麼呢 那就例如 我剛才說過的Zoom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Zoom來做一點Effect 那就可能例如我把上面的部分 設定一個Keyframe 在後一點點 拉長它 那你記得不要超過100 那這一超過100 它就會過到原本的徵數 那可能99已經最盡到99了 同樣 我在後面那條影片 這次我弄到bottom的位置 那我弄到下面的位置 那我弄到下面的位置 那我記得還是開個Zoom 那我記得 那我這樣拉拉拉拉 拉到99 如果大家一播 就會看到 做了一個Transition 就好像拉長了 做了一個Transition 就很簡單地 你不需要弄 Mirror Preset 你都已經玩到這個 向上的Effect 那同樣 如果你再要求高一點 可以弄一弄這個 弦性的Keyframe 我弄一弄給大家看 這個Key 就令到整個Effect 更加Smooth 這個弦性的Keyframe Voom 這樣現在更加 看起來就更加漂亮了 整個Effect 那你見到其實做的事很簡單 看到同一個Crop的Effect 就已經玩到這麼多的組合出來 當然你可以弄很多不同的方向 記得兩段影片要相反 可能我這個就弄了Left 我這個就弄了Right 我們才弄到這麼Smooth的轉場出來 那這個就是Crop的Effect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用這個Effect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那今集剪片做的樣學就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Like、Subscribe、Share 攝錄和我的Channel 如果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都可以在留言問我 我會盡量解答大家 接下來我會在攝錄這個Channel 介紹更多不同的Effect 或者功能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密切留意 那好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